這也是在去的另外橋樑之一 可以看到儘管暴雨洪在已經一星期過去了 但是現場呢還是沒有完全的復原 當時被暴漲的洪水沖毀的這個橋樑道路 留下的缺口還是存在 而且橋樑的護欄也都歪斜 只能靠著是堆放土石沙包 來緊急搶通戰時這個緊急道路 那你看得出來呢 目前是雙線道變成單線道 所以會車其實還蠻困難 而且有點危險 再看到是旁邊 這後面呢都是一大片的玉米田 但是現在因為它泡在水裡 導致腐爛現場 其實有很多的蒼蠅不斷在飛舞 這 這是我家 看 現在怎樣 我給你開一下看看 這本來是停車的地方嗎 這是我家收匯坪了 它變個池塘了 哦 都變成這個了 我都抽了三天水了 抽了又來了 知道了吧 好好好 天啊 都把東西都 這個車 五個車都毀了 都不能用了 是 這一次我們太厲害了 我們看到是山西的洪水災情 目前已經過去一周了 但是呢 村民的他們的住家環境 其實還沒有完全的復原 您可以看到這一大片 其實是一個居民他的家 原本都停放的是他們工程用的工程車 還有呢養狗的狗籠 但是現在這一片就好像是池塘一樣 這個水都把狗籠淹掉了 那就好像是深處都有被淹死了 同時呢 這些工程車呢 這個水的高度也都淹到的是 這個駕駛座位子 也讓村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來解決 他目前的住家的問題 喂 扶欣 你以為你把你按摩包吻 這就是阿姨的家 可以看到他的家的院子前面呢 放他的一些衣物棉被玩偶 但這些都是濕的 完全沒有辦法曬乾 而除此之外 我們進到他的這個房子裡頭來看到 好 這地板上呢 滿是泥泥之外 這是客廳 可以看到都還是泥土的痕跡 再來就是在房間裡頭 他提到的是根本沒有辦法住人 因為這房子的原本的床啊 裡面都還是當時 洪水衝進來的時候 這個水跟泥土的痕跡 所以讓他們才很擔心是說 這個冬天快到 的確這周末就是寒流 可能會擦探是零度 那到時他們該如何生活 都還是一個未知數 我把衣服那些都弄出來了 被子都濕的了 不能 被子也不能蓋 還是那些衣服也沒有穿的了 怎麼樣 就每天就是這這這這這 哎呀就不知道該怎麼活了 哎呀沒有沒活兒活 真實 啊就是太厲害了 真心慨了真實 太心慨了真實 辛苦了 謝謝你們來看完我們 我們真的很感謝你們 不會不會 真希望你更趕快受到幫助 謝謝你們的幫助 這沒活兒活著 這就怎麼辦 謝謝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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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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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